緊張又刺激的日本大選 民主黨與自民黨的大對決 日本民主黨執政過了三年到現在 政治界似乎又將要風雲變色了 現在對他們最有威脅性的對手呢 就是安培晉三率領的自民黨 這次的選舉雖冒出了許多新勢力 但最受矚目的果然還是 民主和自民的對決 三一地震後重要的核電問題 將要怎麼處理咧 消費稅再被提高的話 日本人民不就要更痛苦了嗎 不會吧 傳說中的日本要沈默了 通膨的應對策略啊 其實才令人擔憂耶 多次爭論都沒有進展的 泛太平澳夥伴關係協定 日本究竟該不該參加呢 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与邻国的外交问题啊 日本不会终于要出动国防军了吧 你觉得这次竞选投票给谁比较蠢 留言跟我们说吧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